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第1546集 是他 杨开落了下来 冲许冰白淡淡喊手 感激道 多谢许兄解围了 这个人情我记下了 小事 杨兄不用在意 许冰白洒脱一笑 就在此时 一阵豁然之声传来 我的天 洛海大人来了 这里的动静 果然惊动了洛海大人 毕竟他可是 翠维星的星主啊 好多虚王将 那不是建盟的雷前辈吗 快看 那是我们紫星的 李婉宁 李前辈 这是恒罗商会的纠老 七八位虚王竞强者 都被人给认了出来 毕竟 他们不像吴道那样 神龙见首 不见尾 他们虽然也身居简出 但偶尔还是会露面的 在整个星域中 都有莫大的灰名 这些虚王竞 从遥远的天际边而来 以洛海为首 其余人紧随其后 眨眼间便来到了众人中间 一种无形的力量 从这些人身上弥漫出来 所有靠近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出一大截 他们身边方圆三十丈处 自动地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这一次血域开启果然是由虚王竞诞生 看这人的架势 显然已经触碰到了领域的门槛了 若是运气好的话 必能净升啊 横罗商会的揪老色色有声 鹰损般的目光透过那层层 叠杖般的天地灵气 只是前通所在的位置 胡怡道 这人老夫以前倒是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他处身哪个势力 紫星的美妇 李婉宁 咯咯一笑 周老 你是不是想拉拢人家啊 想的话就明说嘛 何必这么藏藏噎噎的 老夫哪有藏噎这什么 你们不都是这个心思 周老轻哼一声 其他人都笑而不语 显然就老说的没错 这人必定是要拉拢的 不过老身对那神奇的小子 也挺感兴趣的 骆海大人 那小子如今在哪里 是不是也在此地呀 建盟的老玉杵着拐杖 一边熊棍 一边笑吟吟的打量四周 但凡发现有反须两层镜的舞者 并注视上一会儿 落海神色闪烁了一下 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很熟到 确实在此 至于到底是谁 我想以诸位的神念 想要查探出来 并不困难吧 落海大人既然这么说 那我倒别献丑了 有一壮汉 黑黑一笑 庞大的神念 立刻弥漫出去 其他人同样如此 煞时间 七八道属于虚王竞强者的神念 层层叠叠地 将所有的舞者都包裹起来 让每个人都震惊胆寒 不知道这些高人 到底想要干什么 是他 那揪老忽然低贺一声 目光定格在阳开身上 阴翼的眸子里 绽放出了异翼的神光 紧随他之后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阳开的存在 毕竟在千余人里 反须两层镜的数量并不多 而在这些反须两层镜当中 就属阳开的一身圣元 最为雄魂凝联 体内的生机和气血 也最是澎湃 小子果然不错 瞧他这圣元的凝联程度 是一般反戏三层镜的 两倍以上啊 怪不得能在血液里 杀个来回 九老满意微笑 轻轻含手 老神倒是很奇怪 他到底修炼了什么 脆体功法 他的肉身 看上去很强大的样子 雷姓老欲眼中 闪过了一丝狐疑 这小子不得了啊 站在这里评价他做什么 过去跟他聊聊就是了 你们还怕他吃了你们啊 美副李婉宁 闷嘴一笑 扭动腰枝 漫步朝杨开走去 美眸一瞬不移地 盯着杨开的面孔 杨开顿时皱眉 这几位虚王竞强者 一起驾临此地 杨开愕然了好久 他以为是前通晋升的动静 把他们吸引了过来 一颗心七上八下的 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虚王竞强者 每一个都实力彪悍 这一下子来了七八位 任谁都会坠坠不安 正提心吊胆呢 却见那其中的美副 居然朝自己走了过来 而且还盯着自己不放 这让杨开顿时迷茫了 紧随在美副身后 其他人也都望着自己 信不而来 他们想干什么 杨开一身圣元 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 神色警惕万分 以他现在的实力 虚王竞之下堪称无敌 但是面对虚王竞 他恐怕只有逃跑的份 一个不好 就会被一招秒杀 虚王竞和反虚竞之间的 差距太大了 要不然整个星域 也不会有那么多舞者 被困在反虚三层镜 一辈子 要不然星域中的虚王竞 也不会数量稀少 杨兄别紧张 许冰白的声音 忽然在身边响起 他似乎是瞧出了杨开的警惕 呵呵一笑道 他们对你应该是没有恶意的 此话怎讲 杨开低声询问 每一次血液试炼之后 各大势力的虚王竞强者 都会拉拢一些出色的舞者 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我想他们大概是看上你了吧 是要来拉拢你的 并非要对你不利 拉拢我 杨开皱眉 从雪域里出来的可不止我一个 为何一下子就找上我了 许冰白灿然一笑 这自然是因为杨兄你在雪域里的表现 无懈可击的缘故 说实话 徐某对你有很大的压力啊 我的表现 我在雪域里是什么表现 他们如何得知 杨开脸色一沉 他们大概不清楚 但是翠微星的落海前辈 却能感应到一些情况 他可是翠微星的星主啊 许冰白解释道 杨开脸色一变 陡然间意识到不妙 身为星主 确实可以随意地感知 被炼化星辰本源的 修炼之星上的风吹草动 但这也极其消耗星神精力 没有哪个星主 会无聊到这种程度 随意去窥探什么 有这些时间和精力 他们还不如好好修炼 杨开自然是知道这些的 夏宁商也算是一位星主 只不过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以他的能力 也足以感知到 通寻大陆的各处情况 落海身为虚王两层竞强者 比夏宁商的实力 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想要感知雪域里的情况 大概并不难 见他脸色有意 许冰白立刻知道 他在忌惮些什么了 呵呵一笑道 哼 杨兄道也无需太紧张 雪域内领域威能强大 即便是落海前辈 恐怕也无法感知得太过清楚 不是太清楚 杨开眉头一扬 嗯 据说雪域里 由上一代翠微星星主 动用本源之力 下达的简致 上一代星主 可是虚王三层竞的修为 比如今的落海前辈 高出一层 在没有匹敌上一代星主之前 落海前辈 无法东西全部的 许冰白解释道 杨开轻轻点头 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些 不过即便许冰白这么说 他还是有些不安心 御石山那边的动静 也就罢了 当时是石魁偷偷摸摸的行动 相比即便是落海 也休想发现 这一点杨开毫不担心 但是腰山那边的事情 就让他感觉有些不妥了 赤月等人都知道 那里有虚念经 落海身为 翠微星星主 又怎会不知 自己还跟风恶妖王 在腰山那边大战了一场 虚念经又被自己取走了 落海有没有探知到此事 杨开不敢无断判定 但是虚念经事关重大 那可是让赤月都觊觎的东西 赤月与落海修为相当 赤月想要 落海必定也想要 脑海中诸多念头 闪电般划过 杨开轻轻地吸了口气 神情恢复自然 不拙痕迹地 朝那投数金冠的落海 瞥了一眼 对方赫然也正在注意着他 四目相对之下 杨开分明发现 落海眼中一缕 惊芒闪过 杨开心中一沉 您正在收听 《五炼巅峰》 你 你这小家伙 跟无道大人 什么关系 那美妇走到杨开面前 正想问他几句 什么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 站在杨开身边的 许冰白 美眸在他胸口处的 三瓣花图案上扫过 压然地询问道 那是家师 许冰白 不卑不亢地打道 无道大人 是你师父 李婉宁 不禁用手掩住了小嘴 一脸震惊之色 什么 这小家伙是无道大人的弟子 紧随而来的诸多虚王警 都惊呼起来 仿佛发现了什么 不得了的东西 感兴趣地打量起许冰白 就连众人中修为最强 地位最高的落海 都露出了一丝恶然 显然没有想到 这一界的血液试裂 会由这种来头的人跑来 许冰白 见过这位前辈 许冰白虽然是无道的弟子 可毕竟是个小辈 面对这么多虚王警 倒也不敢拖挡 恭恭敬敬地行礼 好说好说 许小兄弟 不用这么客气 是啊 都不是外人 就不用如此客气了 周末五百年前 有幸见过一次无道大人 多亏了他的点拨才豁然开朗 得以敬升虚王警 真要是算下来 无道大人还算周某半个师傅呢 你我二人还是师兄弟呢 那壮汉神色和蔼 冲许冰白 和和微笑 身为虚王警强者 显然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份 大力推崇无道 周前辈言中了 小子何德何能 敢与周前辈称兄道弟 许冰白微微一笑 态度谦逊 好好好 无道大人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小子你好好干 可别丢了无道大人的脸面 晚辈谨记 诸位前辈教诲 许冰白恭声回应 再见到无道大人 带洛某向他问好 洛海何信叮嘱 晚辈一定将话带到 许冰白点点头 师傅他老人家曾经说过 未来的星域中 若不出意外 第一个突破到虚王三层镜的 必定是洛海前辈 众多虚王镜一听 都用景仰的目光望着洛海 似乎得到无道如此评价 是极高的荣誉 是吗 洛海眉头一扬 面露傲然之色 哈哈大笑道 既然如此 那洛某定不负无道大人的厚望 晚辈在此 欲祝前辈早日得偿所愿 嗯 闲话不多说了 你们来此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洛海呵呵笑着 饶有兴致地打亮起扬开来 这位小兄弟如何称呼啊 美副李婉宁第一个开口发问 笑盈盈地望着扬开 吐气如蓝 其他人也都用弃义的目光盯着他 扬开 扬开 众人闻言 眉头一皱 面面相聚一番都缓缓摇头 表示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一般反须镜中的后起扬称都是有些名头的 但是扬开这个名字 他们却是第一次听说过 老夫怎么好像听谁唠叨过你啊 只有纠老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知前辈 这是恒螺商会的纠老 那美副主动给杨开介绍起来 恒螺商会 杨开嘴角一抽 那纠前辈可能是从血院那里听到的 修老眼前一亮点头的 对对对 就是从三少爷那里听到的 老夫想起来了 上次三少爷从地医院回来的时候 切实唠叨过你 小兄弟你跟三少认识 哼 杨开硬着头皮点头 何止跟雪月认识啊 那女人恨不得把自己千刀万剐了 这可真是有缘啊 就老大喜过望 能让三少念念不忘的人 果然非同小可 小兄弟可有夜去我横螺商会 以你的自治来日必定可以成为我商会高层 你恐怕也知道我横螺商会在星宇中的势力如何吧 喂 九老 是切身先来的好吧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 李婉宁见九老居然这么直接了当 顿时有些不痛快了 这种事哪有什么先来后到 手快有手慢无啊 九老哈哈大笑 继续跟杨开尊尊善诱 小兄弟 血液三少可是很少惦记谁 你的自治和实力老夫也略有所知 若是你能加入我横螺商会 老夫可以做主 给你 九老开出一连串诱人的条件 直听的附近舞者各个呼吸急促 羡慕嫉妒地望着杨开 恨不得现在冲上去 毛髓自见 恳求九老让自己也加入横螺商会 哼 别听他的 横螺商会有什么好的 李婉宁吃笑一声 玄机美眸盈盈地望着杨开道 小兄弟 只要你答应加入我们紫星 九老给你的条件 我一样不差地满足你 而且还可以给你找一位虚王敬强者 亲自指导你修炼 当然 若是你不嫌弃 本宫可以亲自指点你 怎么样 你们两个少在这里信口雌黄了 空口白话谁不会 那雷姓老玉也忍不住跳了出来 龙头拐杖往地上一杵 望着阎开道 小兄弟 加入我们建盟吧 我们建盟 对年轻的新鲜血液 可是极其欢迎的 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 这个令牌就是你的了 说话间 雷姓老玉手上忽然多出了一面又黑的令牌来 那令牌飞金飞玉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打造出来的 令牌上有一剑形标志 引以有一股凌厉的杀伐之意 从中弥漫 建盟长老令 有识货之人 倒吸一口凉气 望着那令牌的目光 变得灼热至极 不是吧 这就是建盟长老令 反须两层镜就能成为建盟长老了 雷姓卑果然好气魄呀 整个建盟似乎也只有十大长老而已 每一个都是顶天的人物 有着长老令的话 可以调动整个建盟很大一部分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了 以后的修炼根本不用发愁了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好的 怎么这么多强者争相拉拢 周围的舞者羡慕者有知 妒忌者有知 迷茫者亦有知 所有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虚妄净强者 放着如此多的反须三层镜不拉拢 偏偏去吉里邀请一个反须两层镜 没人比他差吧 众人心中愤愤不平 涌起了一股不服输的念头 三大势力各自开出架码 其他虚妄净强者也不甘寂寞 一个接一个的拉拢扬开 每一个人的表情都诚恳至极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巨rud overmundo》 监明